那前段我会跳的比较快 因为这是我这几年的感觉 刚刚讲新制图跟Canva 那一个是前端 我们身为教育人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老师 你要教学生自己要先会 那自己要先会的时候呢 你的学习端就很重要 你怎么样能够很快的去 学习到新的内容 新的知识新的技能 你不能总是靠找老师来研习 那一个礼拜也顶多只有一次 你也很难说跑得很远 一天到晚去参加研习 所以在网路上自学能力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个自学的能力里面呢 其实最好用的工具 本来还是推荐新制图 那我有录了一堆新制图的应用的影片 那各位也可以去看 那这是前端 所以如果你好好的把新制图的工具学通了 你就能够很容易很快速的在网路上学习 那快速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再来呢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东西交给别人 我们是老师嘛 你学的东西一定要交给别人 那交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一边交会越来越清楚 所以为什么以前叫做 这个校学办 你在教的过程中 你会把一些迷思概念会弄得更清楚 你会更理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学生的时候 也会让学生去教学生 那学生在教学生的过程中他也会更清楚 那所以后端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 你会先把你的所学先返除 然后整理出重点架构 核心的概念 你才会去教人家 那这个部分呢 你要去做呈现的时候 以前我都是用新制图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就直接跳到这边 就是以前我都用新制图 所以以前我是不做简报的 到哪里去即使单位要求说 要给他这个简报 我就说抱歉我没有简报 我都是新制图 那所以我这样维系了好几年 那因为新制图用的很熟悉很习惯 那所以我学东西非常的快 那我也靠新制图获得很大的成功 所以我甚至为了这个推广新制图 还帮他编了一首歌 那所以我在 我是靠新制图获得教育界的巨大成功了 那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个致命的重点 就是新制图它是一个 长得像这样的一个图啦 所以如果你是同温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老师 或者你跟我对那个内容有 稍微有一点理解的 你会觉得这张图一拿到 哇好像是那个葵花宝典 武林秘籍 什么都有 我想知道哪里我就看哪里 那这是新制图的好处 他就是一个知识地图 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地图一个秘籍 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缺点 如果你不是同温层 假设你今天要对家长 你要教育家长 你要跟他讲一些东西 但是你把新制图一亮出来 他就会吓到 啊这密密麻麻是什么东西 我看不过 他不知道从何开始 这个就是新制图的问题 所以针对一般的 不是你这个同温层的人 或者学生 他对你要教的东西 他还完全是一张白纸的时候 事实上你用新制图会有一点 太让他难以接受 难以进入就对了 对这是他的致命的问题 一直到我三年前开始用Canva